這裡是復林路二段與湖山路的十字路口 車流量相當大 交通事故也時常發生 議員兼警弦與縣府人員前往會堪 希望替居民解決問題 我們這次在復林路二段和湖山路交叉口 這可以說是車輛非常頻繁的所在 尤其當時在二段的時候是貫徑感 所以說這裡租貨非常多 交通量非常的大 我也希望我們管府 相關團員可以來想辦法 甚至有其他改善的道路方案 復林路二段可以直接通到中坦公路 當地人都會行駛該路段 由於路面只有8米寬 時常有車禍發生 居民希望全責單位能提出解決方法 提升便利性 這次負林路已經八米實在是很爛 因為這條主要是棟材山 所以你說車禍都很大 車禍很多 所以我只要拜託議員 想辦法來把這條路 會這樣給它特寬 減少車禍 議員監禁賢與縣府人員到場實際會看候 也期盼盡速提出替代方案 提供安全又舒適的道路環境 讓民眾行駛該路段不再帶有恐懼之心 我希望說 這樣現在冠軍 讓我們這個基民 因為這個祖福非常多 二千里 車禍也非常頻傳 所以說這是一個 真重要 通往 我們路當 可以說八里甚至去到國城 非常重要 這個道路 一定要來改善 一定要來處理 我的特色 我們相反單位 可以冠軍 來想出 最好的辦法 將我們的府林路二斷 這個 持續不平 二千里 還有這麼多的道路 可以來 盡速改善 安全是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期盼全職單位能盡速處理 減少道路事故發生機率 保障用路人的行車安全 民意新聞 莊伯鈞 草屯 採訪報導